第七十二级 作为一个有为的政治家 李渊基要击溃那些有力量 与自己争霸天下的强雄 也要肃清那些 影响他帝国统一的小股势力 早在派李世民 东征王世冲的时候 同时派出大将李靖 领兵南下 进攻长江中游的萧贤 萧贤本是南朝梁勋帝的曾孙 是隋朝末年 趁乱割据在江陵一带的屠皇帝 萧贤的祖父萧炎 在梁被随灭时逃到了陈朝 后来陈朝也被隋朝灭了 萧炎被斩于长安 隋阳帝因为萧贤 与其皇后萧氏 同是南朝梁的后裔 没有杀他 反而任命为罗县令 隋朝末年 各地起义不断 萧贤被地方将校 退为首领 他趁势割据返随 不断地扩大领地 经过一系列的征战 领地南到礁止 北到汗水 西达三峡 东及九江 最终成为南方最大的霸主 当他知道李静领兵南下来袭的时候 为了防止众将领趁机夺他的兵权 谎说要罢兵经营农业 以安重心 而不料怒悄成拙 众将领知道 他罢兵经营农业 一个个心灰意冷 纷纷地离他而去了 结果李静没费多大力气 就大败萧贤 迫使萧贤乖乖地祥堂 李静大功告成 回京灭圣 李渊重赏李静 然后说 萧贤已灭 南方一同 将军功不可没 现江华一代 还有杜芙威割据着 将军如果愿意 还请再率胜利之师 前去招降 杜芙威 李静听了 兵不屑家 往江淮而去 杜芙威是齐州张秋 河滩村人 盛行豪爽放荡 随朝末年政治腐败 社会动荡 杜芙威与好友俯功拓 满怀热情的投奔 左财相农民一军 没料到 左财相生性多疑 杜芙威与俯功拓 到了很长时间 连信任都得不到 两人心中极不爽快 在左财相军 被随将张须驼 大军围剿时 率部突围 离开左财相 自称将军 从此以后 杜芙威转战怀河流域 处处地与功夫作对 他不仅足智多谋 而且勇敢善战 美玉征战 出则俱简 弱则殿后 深得不下敬重 没过多久 杜芙威又先后合并 苗海潮 赵破镇 李子通等多支义军 在江淮声势日渐浩大 随扬帝见杜芙威日益座大 非常恼怒 多次派兵围剿 可是都不奏效 杜芙威在破高游 占丽阳以后 与丽阳建立政权 自称大总管 他截免当地说服 乘治贪官污吏 使高游丽阳当地 气象一心 而正当一军大发战之际 杜芙威却忽然改了初衷 于大业十四年上表 归降随朝 随阳帝任他为东南道大总管 封为楚王 两个月以后 随阳帝被宇文化级杀死了 楚王杜芙威却在悄悄的发展壮大 两年以后 杜芙威承唐军与王室冲大战洛阳之时 率大军渡过长江 围攻李子通 解释 李子通的军力十倍于杜芙威 结果 却被杜芙威击败了 杜芙威于是占领南京 建国称吾 坐起吴王来 随着杜芙威进行一系列变法改革 加强了南京政权建设 使得杜芙威所致区域 经济复兴 社会稳定 而就在这时候 李静奉了唐王朝李渊的命令 领兵前来 要灭了这新生的小国 大帝党前 杜芙威全行利弊 只好祥唐了 祥唐以后 杜芙威被李渊锋为吴王 败为太子太保 见刑台上书令 久居长安 就这样 在唐帝国的版图上 唯一的割据势力 这时候就剩下陕西静边的梁师都 这梁师都啊 为夏州朔方人 与杜芙威一样 都是隋朝末年的地方割据者 梁师都为夏州豪族大将 做过隋朝的大官 大业十三年 梁师都杀了郡城 汤世宗自称为大丞相 联合突厥 共同反随 占据了洪化 延安等郡 自称为皇帝 国号为梁 剑园永龙 李渊统一全国以后 梁师都势力攻弱了 内部矛盾不断的加剧 到李世民做了皇后以后 派人令他投降 梁师都不从 李世民派大军进攻 梁师都唐帝 洛人 甚至国家江王 为了自保 杀死了梁师都 将南京 献给李世民 这是后话 在当时啊 因为梁师都的存在 对唐王朝的影响不大 而要消灭他 地处偏南 路途遥远 耗费实在太大了 为此 李渊决定 让他苟延残喘一个时期 而自己则将主要经历 用于政权的建设 和体制的改革 这时候 这时候的李渊 已经亲眼目睹 一座庞大的随地国大厦 突然 坍塌 这个帝国 曾是那样的强大 好像是可以长存下去 千年万年 却不料 转眼之间 就已经烟消云散 真是太可怕了 而今 李渊的唐王朝刚刚建立 虽然他是这样的年轻 强健 充满活力 如一般汹涌的洪流 摧毁了一切阻挡的东西 可是 他也稚嫩柔弱 犹如一棵刚出土的幼苗 稍有风霜雨雪 就会夭折毁灭 因此 李渊不敢有半点的侥幸的念头 只能小心翼翼地 来经营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帝国 让他尽快成长 成熟起来 基于这样认识 李渊认认真真地总结前朝的得失 全力以赴地 试图使他的帝国能够平安成长 对隋朝原有的制度 李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而且呢 有不少新的发展 他建立了三省六部二十四师的政治制度 设置御史台为监察机关 监督弹劾文武百官 对发展经济 李渊实行的是 君田制和租庸调制 意在让人人有田可种的同时 能对贵族的田地进行限制 规法律 随朝末年隋扬帝曾经自以枉为 人言为法 法的混乱滋生了许多天大的祸患 李渊对此 历历在目 他感受颇深 为了凡事 能有法可循 李渊在长安称帝以后 就废除了隋扬帝的大叶律 在文帝开黄律的基础上 修订新的大唐律法 关于军事制度 作为军事事家的李渊 对创始于西魏宇文秦时期 经北周隋朝接用的辅兵制非常欣赏 早在太原起兵进军长安的途中 李渊就将其逐步地在军队中实行 这种辅兵制 把练兵权和领兵权分离 以防止将领拥兵自重 对抗中央 同时 他有建立的军填制基础上 将兵农合一 使士族平时在家中产 欲试出征作战 可以从根本上减轻国家负担 对于人才的宣伐任用 李渊更有着自己成熟的经验和看法 他大胆地对隋朝建立的科举制度 进一步完善 使考生中不但有国子建所属学校的学生 也有各地的私学中通过周线宝举的学生 同时呢 还将科举分为长举 制举两种 每年定期举行为长举 由皇帝临时确定的为制举 这样一来 不但为读书人敞开了仕途之道 也为皇帝临时选用闲才提供了方便 用人之事 是每个皇帝的主要工作 更是李渊的头等大事 如今李世民凯旋归来 李渊高兴万分地对李世民进行大加封赏 并且赐予特权 外围强敌已经灭了 连小谷的割据势力也基本锁清 李渊要大展宏图 对朝廷的用人制度 做一番更大的改革 他兴致勃勃地 让人换来裴继和消雨 想就此事 听听他们的看法